逐步起来的瞬间降雨 机车骑士雨衣包紧紧 受到敌压带影响 大量水汽移入 全台变天犹豫 这两天其实越南边和东边的降雨 时间是比较长的 甚至北部地区今天早上就开始降雨 这两天特别要提醒的 就是会有旺盛的对流零气 当这旺盛对流零气一进的时候 会有瞬间强降雨 闪电 雷击 强震风情形 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 加上夏天吹西南季风 也就是所谓的季风环流 高压西移遇上低压北台 两两相会 在台湾上方形成低压槽 对流旺盛降下大暴雨 今年到目前为止这几天 的确是第一个比较 算是位置比较偏北 对我们的影响也比较大的 一个这个季风低压北台的情况 那接下来应该还会再游 因为我们看起来 进入到八月之后 整个季风低压会比七月要来的活跃 这区域的气压都比较低 那本来就适合这种对流的发展 八九月是台湾出现季风环流的旺盛期 再加上太平洋上的热带扰动 不但利于台风生成 更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 季风环流既然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范围 那也就是说它下雨的区域会在局部地区 会突然下一阵子雨 可是它会在这地方住足很久 可是它的下雨的那个强度跟集中度 不会像台风 我就集中在那几百公里 专家表示今年目前的季风环流发展 比往年来的弱 接下来进入旺盛期 后续是否会增加仍有待观察 当然新闻王一婷简缘集 台北报导